《七十二家房客》 《七十二家房客》 我日夜夜夜找兩餐 你還在黑衣兜著拿飯吃 我要親自去廉政署告你 我要親自去 舉報參與 請親身到廉政公署分處 都機好火 那時候真的很真 我記得在1974年 我做過一個舞台劇 叫《七十二家房客》 我飾演一个洗衣婆 刚刚黄华琪导演有来看过这个电影 可能她记得我 过了没多久 她就找我拍这个广告 做小贩 我立刻就拿到新的衣服 到街市那里 就跟卖菜妹换件旧的 就跟她拿着胃菌 真的很像 因为又窄窄的 颈后楼又购买 又穿了一顿木剧 导演那时带了我去横头坑街市 我记得是有沉水的 那是叫我走来走去 那拖着一个抱着一个 拖着那个是我姐姐的女儿 抱着一个是一个特约演员 接着就立刻回到香港电台录音 日昂夜昂找两餐 你在乞丐盗拿饭吃 我在廉政公署告你 我要告你 那时拍的时候 不是很知道批评什么 也都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不过导演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那我又想不到 可以成为这个 廉政公署的第一个广告 为我们努力得回来的成果 饮杯